大家好 我是仲通 歡迎收聽本週的通通來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UFC黑帶 叫我小喝就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立即風阿飛 有人開始 他剛剛 我已經看到阿飛剛剛拳頭 就握緊殺小什麼UFC黑帶你娘 我一直被Cue 終於今天出現在通通來嘴 就是我們最近最常消費的一個人 什麼最近 從一開始就開始消費了 榮幸 我想說每次 聽一下那個 中文通人城 müc IV講 欸 奇怪怎麼又被Cue到 一直消 每一集都要消消消費 我們只要認識 格鬥相關人是酒阿廝 終於被招喚出來 我們認識的人沒有那麼多 所以消費 都只能消費在特定的機程 終於在今天 終於來踢館了 我們不能再裝作每一次 他不會聽 他不會來 沒事 就在旁邊有點緊張 看來只有讓你倒下 才能讓我耳根清淨 現在我就當是你們臨死前的掙扎 其實這次會找阿飛來 主要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阿飛他也開了自己的Podcast頻道 對 因為就跟大家要看齊啦 主要是2023年我們想說 有一個新的事情可以做 然後反正我跟我partner Josh很喜歡 平常喜歡亂聊天 我想說不然就聊給大家聽好了 所以就開一下這樣子 其實這樣幾乎我聽了 我覺得還不錯 有點像我們兩個在幹話 但他們更專業一點 就是更專業 就是如果有人在嗆他們 他們又可以用專業說 他媽的你不會PRO的 你跟我講這個 我們比較沒辦法 就好 對不起 我們就 我們常常收到指證的 對啦 就開車開到一半都要 對不起 對不起我錯了 就是我們會被警察攔下來 然後你就是警察那種感覺 你就在開車的時候 就是我懂規則嗎 那種感覺 現在鍵盤 鍵盤拳手 鍵盤專家很多 所以 我是已經覺得看開了 所以我是用UFC黑帶的這個頭銜 不要在UFC黑帶了啦 我這樣講是要表示 我有在關注阿飛的 我不是都有 今天要上我趕快他媽的翻翻翻翻翻 不過很多人真的超級多人 認為UFC是一種武術啦 就是他在講的時候 會以為UFC是一種格鬥項目 對 所以這個代表我們名字未開 他那個有一點 他這個講的有一點像是 綜藝大集合是一種節目類型 沒有是一種遊戲 對是一種 運動叫棒球 對就是兩個是不同世界的 但是MLB跟中華職棒 沒有 真的是兩個世界 如果是籃球的話 的確是分為NBA跟籃球 NBA跟 可是這是因為NBA 其實有一些規定真的跟Fibber 就是跟世界不太一樣 這就是NBA與他的快樂夥伴 跟其他 系出同源啦 看起來很像 就像網球 他是比較有出席的哥哥啦 我想說那個什麼 難得來通來做 我先特別準備一下說 今天是不是要來嘴富邦一下 最近有什麼 有 昨天一個新的 沒什麼問題啊 魔關於啊 魔關於 今天有第三個人講 我們講話就更有底氣了 這個是大家都覺得誇張的事情 如果有問題 先去找阿飛 先去跟他訂購句 然後我在他飛行Q的 我在他飛行Q 我想說來這邊就要符合 這個調性 那沒什麼問題 我看到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30人名單 不意外 你們都 30人名單 你們都沒有保護到他 那你們18人名單 到底會放出多大的槍呢 很難講啊 不是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問了那個校長 校長講說 我本來是非常不喜歡他被選的 怎麼會被發現啦 對方眼光不錯 殺小 我覺得他真的 妙語如珠 很厲害 這個 你為什麼不怕 你竟然這麼不想要被太陽 不想被發現 你為什麼不把東西收好呢 你一定要放在大街上 他那種有點像是 以前那個 自己在整理房間 然後把那個 色情書刊放在書櫃上面 然後祈禱爸爸不要看到 然後爸爸看到就說 哎呀 眼睛真麗 哎呀 老爸你眼光真好 回家的時候發現那個 被很整齊的整理在你的床上 一整塌放在床上 哎呀 老爸也是老江湖 竟然可以找 今天我幫你整理好房間 我這些珍藏竟然也能找到 幹 你就收好嗎 你為什麼不放到書櫃 為什麼 這超好笑的 對 就是 因為其他 其他他們選到的球員 其實多多少少 像 杜嘉銘是已經氣頭衝達 所以大家可能 我覺得他其他選到的球員 可能都是比較 大概別的隊覺得 是真的沒有那麼需要 真的沒有到說 我一定要留他不可 沒錯 我剛用拇指開易開罐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 因為最近有一部運動電影也上映 運動電影 灌籃感受 對 日本 他裡面有一個進場特點 易開罐的飽礦力水德 因為他在漫畫裡面有一段 就是那個 三井獸 他要開 開不起來 對 他就是說 他手指頭已經沒力到 就是說 沒辦法用食指開 易開罐 對 三王的 對 所以他那個時候 他那個入場特點 就是有一罐 開不起來 對 保礦力 然後他旁邊附一張紙卡說 只有這一罐 請拜託一定要用拇指開 我還以為是三井獸開過的 就是直接給你控罐 對 蠻有梗的 我覺得現在 那一部上映現在 回玉參版 真的嗎 可是我好像看到日本的那邊 講說好像還不錯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會罵 因為 視角不一樣 對 因為這個可以 這個連新聞都已經爆了 所以我就直接講 因為這一部 比較特別就是 灌籃高手他這個電影版 他是 除了三王戰之外 他就是用工程的視角 還好我沒看 主角是工程 因為裡面會穿插工程的故事 那我們在 因為他有畫外傳 可是我們 如果只是漫畫正篇的讀者 是沒有讀過這個部分 這次就用電影版來 這次就用電影版來補完的感覺 其實 因為這個從預告的時候 就蠻多人在嘴說 那個3D的感覺 或怎麼樣 是不是感 是不是說 灌高手的神壇 要被自己拆掉 這樣子 因為他看起來的那個畫風 看起來 講真的很多人講說 很像韓國漫畫 真的 真的 蠻像的 真的蠻像的 因為有一點 他就大家都變很娘 這樣子 白白清淨的 他的動作的方式 我看到那個 有進去看的人的說法 有進去看的人的說法 就會說那個 人的動作好像不是很滑順 就有一點太 會有一點 KK 也不 應該說 沒有力量 應該這樣講 他說他有點像那個 我覺得有點像 之前看過一個動畫 那個 Netflix 那個全員阿修羅 那個也是那種3D作畫的那種 對 全員阿修羅其實我覺得 他的動作其實是 你會感覺到說 他每一個動作之間有那個格數 比較像你在打電動 對 那種感覺 可是相對來講 任牙我就覺得做得不錯 任牙 任牙我沒有把他當格鬥漫畫 我說任牙的Netflix 一樣是Netflix做的 但是我覺得任牙的表現 比全員阿修羅在Netflix上面來的 我覺得比較印象 可能是因為 他是那個畢竟還是手繪的 所以在動作上面會比較順一點 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是那種全3D的話 就好像還要有一點改進的空間 我覺得那很吃技術力 對對對 而且他 可是也有人的說法是說 他這個就是他的表現風格 對 因為看起來的話 我才不信 做爛的就是做爛 沒有 因為錦上熊淹到後期 就真的已經變水墨畫家了 這個很明顯 真的 因為像是他前陣子 不是有貼一張赤木琴子 他那個赤木琴子看起來 就是已經是他後期的話 對 REO跟讓人監客 對已經是從讓人監客 已經走出來的 不是真實年紀的赤木琴子 從年载16歲的時候 現在大概30歲 他那個畫風 就是真的變化蠻多的 因为他 我记得他从最早的时候 在画那个灌篮高手 然后接下来 他好像因为手受伤 去用那个 开始用什么电汇板 去画什么零秒出手 对 然后还有后来的 就让人见客跟 就是变水墨画家 对啊 那个我觉得那个时候 风格变很大 那个时候就已经差很多 就是他脸的轮廓什么 那些感觉都不太好 不过我应该还是会去看 不是啊 那不是很正常吗 一月一月上 一月一月上 一月二十几号 有个胖子啊 想截出仙灯啊 想趁着出塞的时候 有点想要先去 你有办法吗 是在电影院里面 完全完全看不懂 你有办法好好的走进去吗 我是不要担心你的体力味 对啊 你可是要去那边摇摆 疯狂摇摆的呢 我会多买两罐博物 那比较好奇的就是说 终于要转回来 就是阿飞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是为什么会想要做 这种自媒体 就是格斗相关的自媒体 原因是这样啊 就是说我除了就自己开始练习 开始练这个练拳之后嘛 那因为我之前的身份是电视台记者 对 然后我在电视台就是当那个 应该说台风 刮风下雨的时候 你就看到电视前面 蹲在水里面 没有蹲啊 没有蹲 我说你在电视前面看 在水里面 的那种文字记者 我有三年在电视台 然后离开之后 就开始练拳嘛 那有朋友就 因为刚开始本来做立即风 其实是只有做Facebook社群而已 就分享一些赛斯的情报啊 选手的消息 那我有一个朋友讲说 你以前不是记者 那不然你来做做看 那个选手的专题 那我第一集就开始做播考 就是播球 然后大概做第二集吧 就突然 有人开始看这样子 流量开始暴震 那跟你很像啊 我不要做IT 那没有人看 那现在在干嘛 因为一开始做这种 格斗专题的话 有几部的话 他的流量真的是蛮惊人的 对 我大概最高峰的时候是 因为我刚开始就先挑 自己最关注他 还有你当然是先把明星 都推在前面 所以我前面就是 无尊嘛 那去穿天心 那去穿天心 然后最高峰应该就是 那去穿天心 对 梅威瑟 那一集 那时候 因为那个因为有版权的问题 后来被Rising下架嘛 然后后来又再上上去 那如果累积 我被删掉的 跟后面再上架 调整过画面的 加起来应该快破300万了吧 厉害 因为那个真的是 不管做那一场相关的 真的都是 有吃到那个流量 然后很多就是 看到我那一支 中了之后 旁边就开始做类似的 想要去 丰勇而上 我觉得尤其是梅威瑟 梅威瑟真的是 不管你只要去YT上面 找那个中文相关的格斗的 节目 一定都会 做一两集梅威瑟的东西 对啊 就是话题 秤啊 就是真的 他真的是话题人物 对啊 像我们讲 一定要讲兄弟相 不然没人听 百万象迷 跳出来 还是要 富邦没人看 富邦的人都在厕所里 现在是这样 现在真的又在厕所里面了 讲兄弟 比较有多人听 因为那个这样的话 我觉得 阿飞的频道看到目前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就是几种方向 一种是 人物的 就是像人物的介绍 对 然后还有那种 格斗的实验室 因为我也参加过 是 因为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刚开始就是选手介绍 然后后来就是 比赛当然就是异常异常大 那我可能就会挑比较有话题的 然后来做比较详细的一些解说之类 我就把它分成叫做看门道的系列 然后在今年开始 我就比较强化 就是在自己有露脸 可能就跟刚才讲的 就是实验室的部分 那我想说 因为你全部都吃 应该说选手介绍的话 我会觉得品牌 利益会有点出不来 那我想说 反正之前你先当做记者吗 然后就把它当成是 也像我相聚一样 好啦 这是黑历史 又演过我相聚 好爽喔 看来等一下要让飞哥耳根子 亲近一下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开雷台 而且 我记得阿飞你有讲过说 好像是抖音上面超级多人 是因为那个角色认出你是谁 是吗 抖音 还是有 好像年轻人 年轻的小孩 就是刚开始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还没抖音 20 因为那时候我演 就是我们家自己的戏率 我老是叫小鹤 然后 先讲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我在公司 然后因为那是我们公司的 偶像剧 然后刚好就在讲说 男主角需要一个全级 会打全级的对手 势均力敌的对手 然后大家就想想想说 有啊 那个 阿飞不是会打 然后我就说 不然你来客串一下 然后我说 是哦 然后就莫名其妙被找去客串 然后莫名其妙变成这一出戏剧里面最大反派 而且还出现两次 因为我是中间的时候出现一次 好像是 然后还 而且还有 建设访的签约纠纷 对 二番战 二番战还是出来 所以你像RPG游戏中的过场 大萌中间出来 你过到一半 你现在才到这儿 最后你才会遇到我 出现两次 因为我记得这个集数超多的 差不多有六七几吧 所以也算是 因为我后来就看到一些留言感觉 就是有 感觉是小孩子的观众 跟海外的观众 对 蛮多的 然后他们就 有种突然认出你的感觉 对 因为是那个 那时候在演的时候 演完之后 是超级多 国小 国中 神会来加你Facebook 然后说 你是不是 就是那个戏 你是个大魔王吗 秋天犬 秋天犬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看 那时候都还没有 做YouTube 又或者做自媒体 所以大家就会找到 你个人的Facebook 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有 可是 那些国中小学生 怎么会 不是 就是他觉得说 你是一个里面的演员 还是会想要来家 对 但是他们是真的 有一些人是超级路系的 然后就会在 会骂你吗 下面狂骂 什么 秋天犬 什么 怎样 怎样 什么的 就很走心 可惜 年纪太小了 不能定时里年中 但是现在应该也 现在差不多 现在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告了 差不多 每年拍两个 年中固定 你 收入 收 又多了一笔 额外的收入 因为这个应该是最早会认识到他 这样讲好像 最早会认识 就其实都有 因为刚开始在跑新闻的时候 那一波也会 因为在新闻台的时候 其实男生记者很少 对 那你是男生记者 可能 外表还可以吧 可以 当然可以 就会被蛮多夹 可是问题是 会比较吸引男性观众 对 比较多男性观众 我本来想考试你 然后还想想 干嘛 这好像没 这好像不用被考试吧 对啊 你考试我这个干嘛 你没有男性客 不对 你的客群都是男性 白痴是不是 突然突破盲点 我突然就想到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阿飞在做这个的时候 你觉得最困难的东西 我觉得最困难的 因为刚开始 应该这样讲 就是刚开始 你都是做自己喜欢的选手 其实这个跟你在做 AV一样 就是我们一定会把我们喜欢的东西 在前面其实都捞光 那等你全部都消耗完之后 你要怎么样去维持 因为虽然没有人逼我 可是我就还是希望说 自己是用周跟的方式 来去更新 但是我并不是全职在做YouTuber 就是我还做正职的工作 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讲 就真的是蛮大的一个压力 其实 对啊 对啊 那我觉得后面就是找题材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我觉得会是一个挑战 对啊 而且就是阿飞 你没有想过说 你要例如说在节目上 就是说频道上面例如教学 或是什么 有想过这一方面 教训 你这个有点尴尬最近 对 我 这个我要顺便讲一下 因为 我觉得直接讲没有关系 就是那个尼克星的事件 我必须说 我其实原本都一直有在看他的频道 应该讲 我说就我自己一个算是从业人员 我觉得他的方式是大家会被吸引的 而且一般没有接触的人 其实大家没有什么分辨力 可能看到流量高的话 大家其实都会去从里面去学东西 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因为我毕竟我就是个素人 因为我素吗 我可是UFC黑带 俗称小白的人 不是多素啊 因为看那个东西 我自己本来也觉得 本来也觉得我应该是在YouTube上面 看过蛮多 就是格斗教学相关 因为我一段时间 我自己的话都会去找那种训练方式 尤其是像说格斗选手的体能 训练方式的话 然后刚好就有看到这个频道 但是我少看了一个频道 我少看了Tony Jeffries的频道 我说我没有 想见恨晚 想见恨晚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真的觉得我认真 我真心觉得 尼克那个拳道做的还不错 就是因为教学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说 常常会有这么完整 就是这么多 因为很大部分的人做一做 他如果没有做起来的话 他可能就算了 停跟 就停跟了 所以我后来那个东西踢爆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三小 我是真的觉得三小的 而且你们去尼克的频道看 有可能有几支影片都还可以看到我的留言 我是认真有看过 可是我自己的话就觉得说 会发生这种事情也是蛮可惜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 但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经营的方式不同 那为什么 就我有尝试 想要做教学 但是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其实一般人 踏入这个格斗的门槛其实是高的 对 其实是高的 那拳击来讲的话 他其实比较简单 他是以权为主的话 那比如说我今天在 频道里面 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教踢腿 教一些其他的 其实你很难理解的 你自己没做过 其实你很难 甚至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真的想要学的人 基本上你应该都会去找 专业的教理 他们也会找到广告 应该说我看那些教学的话 是在 应该要立即在说 我已经去过拳馆 然后我借着影片 看他讲的东西 我才会知道说 他在讲什么东西 懂 你如果是完全 没学过拳脚相关的东西 你只看影片的话就是 是这样子吗 应该说你就会觉得 你没有共鸣度 但我觉得 我做立即风的一个点是 当然我可以做超级专业 我觉得我就是做很专业 可是问题是 永远就是放在那高高的地方 可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连一般你不懂的人看到 也愿意看下去的 那种进行方式 入门 对也进行方式 所以我会刚开始先用 选手的故事来带 就是你可以看 他们打得很帅 把人家击倒的画面 但是我用故事 把每个恩怨串在一起 你就觉得我还真好 我再讲一个故事 那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来去 帮助大家更能够接触这件事 对吧 就像看球 我也必须要先找到一支 喜欢的球队 或是喜欢的球员 或是喜欢的啦啦队 你才有动力 继续下去这件事 因为你如果看格斗的话 我觉得大家应该 就像是看足球一样 就是 先从明星开始 对 就是一开始你就会觉得说 我到底要怎么入门 你知道月位是什么了吗 知道那应该都会推荐说 你就先找一个你喜欢的选手 对没错 可以追他的比赛看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是最快的方式 那因为我当初也是 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吧 开始结束看K1 讲真的就是看K1 那时候是马沙斗 然后播球 那时候刚开始在打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 哇 好帅 对 然后那时候 但是因为那时候只是有比赛的时候看 那台湾其实没什么地方可以练习 而且台湾其实说要看的话 我觉得这几年才稍微提升起来 我觉得说应该是说网路的发展性 你可以在YouTube上看那些经典赛事 可是你平常你如果要追比赛的话 我觉得台湾还是没那么友善 应该是说你就是要研究啦 对 你就是要研究一下 我要怎么看转播 我可是 这个你应该会有一样的困扰 就是你的那个留言一定会有很多说 哥们在这个比赛的连结 要去哪看啊 在哪看啊 对对 这个是蛮早期的时候 应该说 初期到中间的时候蛮多 最近比较少 最近比较少 我这个没听过 哥们这个影片的连结 不是 伸手就一个动作 那么简单 当然不会停 他就伸手牌 伸手牌很多啊 就的确蛮多的 打几个字 再哪看 三个字 你看五秒钟解决 你有给就给啊 没给 他大概问下一个人嘛 根本 你有连结吗 所以你是觉得现在的话 比较没有那么多 我现在目前是觉得还好 因为可能是我的观众已经被教育好了 对 已经大概都知道 已经知道说这个 就是问这个 频道主也不会回 而且我自己应该要去自己 就是有训练说他们自己去搜寻 这道理也不是 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我讲的 比如说K1 Rise 或说One Championship 这几个 其实在YouTube上面找就找得到 对啊 因为他们都会自己上传上去 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相对来讲 难度没有那么高 就你要去接触他们 其实我觉得 难度相对来讲比较低 你如果真的又想 更有兴趣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去研究说 那个Pay-Per-View怎么买 对 好 这个Pay-Per-View就是 什么时候是最高峰 就是那时候6月19号 The Match的时候 是最多人讲说 要怎么买这个Pay-Per-View 最多人来问 每一则 而且你都直接写在上面 直接还在下面问 然后你就觉得 很多眼盲 你就已经特别还做一篇 教导大家 就是有点像在排骨面一碗180块 然后下面 然后直接在上面问说 这个排骨面一碗多少 这个面到底要多少 表说你是 文盲啊 那你画菜单说旁边已经有标价钱 然后你拿菜单 老板问一下 所以这碗多少 这碗到底要多少钱 这个理事线真的会爆炸 就是如果你在很紧绷的状态的时候 真的 我常看到阿飞在教训那些人 其实应该讲讲 就是说 我在频道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会超级在意 每个人留言给我的回馈 有一阵子是因为对方 应该说 开始有负面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对我的生活有影响蛮大 就我开始会超级在意 别人给我一些负面的评价 就是在初期往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 对对 我说那时候 我觉得已经在意到 我有一种会影响我的生活 和我的心理状态 然后后来花了一点时间 去调试之后 因为有个朋友就跟我讲 就是我 我怕那教学 他会讲说 比如说10万人都觉得你很棒 那你只有那一个人在抢你 你为什么要那么在意那一个人 对啊 要呛你的声音 为什么 然后 对 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种 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这么 那就不要把 就把它放在旁边 那现在我可能就是会在自己的 Instagram 就比如说截图一些很靠北的 那个留言 就故意呛他们 然后截图在上面 其实我就要现在把它变成是 谢谢这些酸饼给我一些梗 我觉得这样蛮好玩 对啊 这个比较好 这个就是看你怎么去那个消化 而且我必须得说 其实在YT上面 格斗算是一个比较蛮竞争的项目 算竞争 应该是说你被B站翻过来 那个上传的那些UP族包围吧 我讲真的 因为你看现在台湾的 你讲说我嘛 然后UFC又得秀嘛 另外一个就陈雨菲嘛 在做 然后拳击小潘嘛 然后宁克星嘛 那其他的全部都是 中国B站翻过来 确实 就真的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觉得相对这样讲来说 就是 以华语环境来说 就是算是 其实算是有点竞争的环境 算是吧 那我自己 就很多人会讲说 你为什么不讲MMA 就讲UFC啊 超级多人讲 我想说 啊我就没看啊 我就没兴趣 你会知道我讲 对 这个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 立记 就是立记的话 就是包括像 泰拳 对 提拳 然后空手道 接触型空手道应该也算 都算 应该是这样讲 其实很简单 站着搭的 都是叫做战力士格斗 所以你是请记 我没有吼 我说你节目的方向 对啊 我节目也是可以 立记请记啊 我那个也是有立记的 你大多都请记吗 也是有立记吗 我那个也是有立记的 而且是比较高难度的 我跟你讲 对啊 他那个 因为那个的话 MMA就是变成说 他有其他领域 对啊 就是说你 当然 远距离 中远距离就是用立记嘛 打击嘛 一个全腿 走击西装都可以做 那近距离的话 你可能会用角力的一些技巧 你会把对方摔倒在地 然后在地面的时候 你会用巴西偶数的一些降伏技巧 所以 相对来讲 他会变得比较全面一点 那很多人 我自己就觉得 这也是对我来讲 比较困扰的 很多人会把 MMA 混在一起 跟T-shirt 或是其他武术的 拿起来比 那对我来讲 那个你需要让他打那个看看啊 这个跟这个打 谁谁谁 怎么不去打MMA试试看 对啊 就是说 这应该是他最困扰的 对对 我觉得蛮困扰的 这个等于就是 你拿 应该要讲说 Rabon James Rabon James 不去打棒球 Rajor Federer 谁比较强 这个有点像是 因为我觉得像MMA 然后那个拳击 T拳 这些东西 就是感觉 好像都是在格斗的范围之内 可是 他其实他的差别 也就像是羽球跟网球 没错 看起来都像是用拍子在打球 可是 你会觉得这是一样的东西吗 我觉得 对这两个球类有点认识的人 应该都知道说 干这两个东西差那么多 可是 其实这些格斗的分项目 其实也是差那么多 是 嗯 就真的是规则啦 规则上面的不同 就会影响整个 比赛的走向 还有整个发展 所以 很多人就把 就是你张飞打岳飞 谁比较强 是种 我真的是无法回答 而且 他刚真的在想 张飞打岳飞 谁比较强 我决定不回答这个问题 而且 因为 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还是因为说 他这些选手 有一些主动 就去打跨界的比赛 所以让这些观众 开始有这样的话题 会更想 那他如果去那边打的话 会怎么样呢 就是纳虚穿天心 去打拳击 康特麦格尔去打拳击 然后 罗汤跟那个大力鼠 他们打一个 很诡异的混合 那个真的 这到底在干嘛 其实我觉得那有娱乐性 但是我看不懂他在干嘛 因为他们就是 比了一场就是前面是打踢拳 后面是打综合格斗 他是四个回合 一三回合打的是泰拳规则 二四回合打的是MMA规则 一说说一三回合 打的时候 那个大力鼠不能摔他 不能在地板降服他 只能站着跟他打 那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因为这是规则 大家谁擅长 我可能比较擅长 比如说我跟子通打好了 我比较擅长站着打 然后子通当然会在第一回合 想办法跑 不要被我抓到 我看你是跑不远 我看你是跑 等第二回合的时候 他就会那个 我就会一开始一直 他把我压倒 要把我压在地上揍 这个又是那个留言 那来留言来了 又来了 子通这个体重 应该直接要是在街豆 阿飞早就直接被扑倒在地 我直接被压在地上摩擦 这个完全没想到 阿飞也是在用街豆的规则 他们是完全没有想过说 我在TACO那个时候 直接一个西级吃到 还是他觉得你在打的时候 你的草地你的场地就是宏图场地 他的场地永远就是草地场地 永远不会变这样 最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格斗这个项目 真的是你越看你越会感觉到 自己有多渺小的东西 我觉得看是一回事 大家会觉得看了 我觉得另外一个差别 就是你开始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真的是哇 我记得我第一次练拳的时候 因为刚开始大家都要跳神 就是说热身跳神三分钟 跳完之后想回家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个时候我也是去 那个凤山一个泰拳馆 然后就是去了之后 那个教练 对对对 人力 然后他也是没讲什么 然后他就说 先跳神 然后跳完神 在跳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先回去好了 你这个样子 对 接近 接近 我就跳一跳我就回去了 靠一样 我跳没有那么高啦 放心 像是那个时候去参加一些 像角力的热身 或是柔道的热身 你都会是那种 光是在热身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这是热身 对 你已经觉得很失利了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每个项目 因为我觉得格斗项目的运动系统 跟一般的运动 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他等于是在短时间内 必须要强 非常强的顺发力 跟无氧的运动 所以你在 你没有办法习惯 因为你通常 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不会突然 持续暴冲 三分钟快 持续暴冲三分钟 然后修一分钟 然后再暴冲三分钟 你没有这样子的运动习惯 所以当你运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等于身体 你没有办法去复合 你必须要长时间的训练 你才有办法慢慢的习惯他 那是真的 大概是这样 我真的觉得 尤其像柔道跟角力的那个热身 那又是另外一个范畴 对啊 那个就觉得说 这是热身的那种感觉 你不用讲到柔道或角力啊 你光是打棒球 catchball catchball 我可以休息 我手断了 手断了 结束了 那种很确 哈哈哈哈 对 而且他实际比下去之后 因为稍微看过 呃 例如说 像 空手道的踢法 嗯 然后 泰拳的踢法 对 然后 看那个 综合格斗选手的踢法 就是 感觉都是一个踢二的动作 可是其实他们做的每一个 都会有一些微小的不一样 哦对 就是为了要去符合他的这个 竞赛项目 而达成的这个后 达成的这个结果 所以你会有不同的攻击方式 要最适合这个规则的 没错没错 因为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就是说 我们以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范例 就是 泰拳跟 跆拳道 跆拳道现在就变成是 比如说你开始穿电子挖的时候 就开始用 季级的项目 他为了得点 就是接触 只要有接触到就好 所以你会发现 他跟当初我们 小时候看 朱牧炎 那时候 还可以把他踢到流鼻血的那种 战斗方式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跟我们现在实际的这个 比如说 格斗季级项目 你是为了要破坏对方 身体 我讲白一点是这样 所以要想办法去给 对方重击的那种方式 完全不同 那你的踢级的方式 就会不一样 一个是讲求 灵巧度跟精准性 一个是 我要把你的脚给砍爆 那就是两回事 目的就 目的就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 真的还是要看 每个不同的格斗 比如说运动项目 他到底规则是怎么走 那你用怎么样最适合的方式去获得 在这个战场里面获得胜利 对 而且偏偏格斗的 就是大家对格斗这个东西 因为 就是他 他又是一个 大家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自己特别懂的 我没有 还好不会 很多人会 我黑带嘛 没人敢跟我谈这件事 我小时候也会觉得说 我自己超会打架 我小时候就有这种莫名的自信 大家会觉得说我会打架 我等于懂格斗 没有 因为我小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很会打架的点 是什么 因为我从小学 因为子通这个知道 就是我是从小的特色 特色 对 然后因为我爸 小时候 当然从中班开始 就会带我们去租那种录影带 然后那时候就会从小 就去租那什么假面骑士 超级战队 所以你会对你的同学用骑士踢吗 不会 是不会 可是因为 你有变身腰带 对 你耳如目染 就看到里面 他们不是都会用 就战斗的画面 就觉得说 今天如果跟人家打架 我这样子 使用这招 他已经吻死 你就会开始建立一个 自己超会打架的那种 如来神掌 的自信 对 我小时候对 放开那个女孩 的一个自信心 是来自这个 有真的跟 小 小学的时候有 有真的战斗过吗 真的战斗 可是 我 我不是在开玩笑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 身体不是很好 我很常生病 然后而且个子又不高 可是我只要跟 人家打架 通常都是我 出一拳之后 这个比赛 应该说这个战斗就结束 你是不是都直接 往人家鼻子上一拳下去 可能往头靠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就跑去找老师 然后我妈就被叫来学校 我要告老师 我妈就被叫来学校 其实我觉得 如果小时候就有那种 要往人家脸上招呼过去的 那个意思的话 那获胜率应该真的是蛮高的 对啊 合理吧 因为其实小时候的话 如果打架 应该都是王八拳 这样乱甩 那种感觉 杂我 我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那种 比如说那种 跟人家起冲突 然后突然就 操一操 然后突然就 你就直接一个往他脸上 这样子招呼下去 没有往鼻子啊 可能就是侧头部之类的 那没有比较好 那很凶欸 你以国小的范畴来说 这算是高阶技巧 对啊国小就知道要尽头 那真的很可怕 国小的时候 我要再加入一个小学杀人机器的称号 小学杀人机器阿飞 那 这个东西打到 因为其实飞哥也算是开始要叫飞哥 没有啦 本来就是哥啊 等一下 本来就老啦 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有10万奖牌了吗 有啊有啊 那你就是哥啦 你看这个人虚的 90万虚的 那个集酒做 只是那个我们官方不发给他而已 这才是哥啊 九面金牌 九面之前阵子才来过 对啊 在比赛 因为自己 因为飞哥自己是比赛经验也是蛮多的 国内的比赛经验是蛮多的 国内外都有打过 对啊 而且刚刚就讲到说 台湾在格斗这方面 其实你如果要学习的话 好像资源还不是那么 多 丰沛 应该这样讲 我那时候开始 因为我差不多真的很认真开始 很固定练习 是从2014年底 那个时候应该很难找全管 那时候没有很多 可是我必须讲 这两年 超多的 真的 这两年真的超多 可是我觉得这也要归功于这几年 其实有很多赛事的单位 开始很密集的办比赛 你有比赛打的话 大家就是会想要去学吗 例如想把精神传承下去的那个人吗 他办的蛮多比赛的吧 有啊 他们 因为他在相关的东西 应该有时候 也是有在推广的 前几年前 后来就不 后来 不是因为他后来有讲说 他后来有觉得说这个东西 他办 觉得办的吃力不讨好 对 对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砸钱 而且 其实之前我跟飞哥有讨论过一个 就是 你那个真的 很认真的规格下去办的 有时候那个声势还办的不如说 那种像是来乱的 就是那种像是综艺大集合 都要大家关在一起 也不是综艺大集合啦 就是之前有一个我直接讲名字好了 我记得有听之前有听你讲过 我也觉得干就是 有提的吗 就是我前 我前面其实有提到他的名字了 就是他像是 就是像是来办 来办运动会的那一种 他不是那个有点像是 几乎像是那个 差不多 我觉得他 Breaking down 台湾Breaking down 台湾Breaking down 干家大赛 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一群 报名都是嘎嘎 就是加酒高峰会啊 他那个姓子 继续讲下去吧 我们应该还没提到名字吧 我们还没 干架同好会 我在前面 我在很前面的时候有提到名字 但是我不是 跟这个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讲谁啊 可是我觉得像那个东西 你反而吸睛了 他就说 他觉得这娱乐性超高 我干 这权利人到底能搞出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提 好 我回到我们那个 我自己开Podcast 上一集就有讲到这个 那我觉得 有一个 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 大家不能忽略 格斗项目 这件事情是会带来伤害的 对 你今天如果要进行比赛的话 我觉得还是以安全为至上 而不是说 我今天有个噱头 就我好像打得很爽 没事 都没事 今天如果有人出事 甚至你说以 之前我找若毅 去我们频道里面讲说 如果你格斗比赛打死人 该怎么要负什么法律责任 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有这样的新闻 他们已经是一个保护超好 还有带户头 什么 拳他还拿大盎司 用一个友谊赛的方式 还有办法把对方打到脑死的 这种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更不用讲说你是 震上去要把你去把对方 就是干架大事 干到你一岛为止 那如果发生任何的 伤亡事件的时候 那真的责任可是大 因为这个真的就是 你有时候 我觉得比较吊诡 就是你有时候 就是已经真的万侧镜 你已经想到说 各种状况都想去 但是意外就是发生了 就是会出现 你没想到的状况 可是有时候你就是 神经大条 我就说好 不会发生什么事 那没事 既然没发生 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干架高峰会 都就到现在 大家打打闹闹闹 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你就不能发生一次 你就是时间在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终究变成说 你时间拉长 你总是会撞到鬼 你经营10年出一次事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整个格斗圈里面 最大的一个伤害 就是说 其他人可能是真的很认真 在去做这件事情 推广 但是你今天报的时候 大家会被这件事情 划上等号 对啊 你们格斗就那个打死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才是对我们 比如说 不要说我们 就是说对一些 真的很认真 在做赛事的人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就是 阿萨布鲁 做成那样子 结果 他是托我们大家下水 因为外界人不会管你 就是我 就是有一种 那个对我来说 就是钢弹看起来都一样那种感觉 你们这些 你们中职就打假球 你们格斗赛事 不就都是那些 对 我说对一般人来讲 他们就会这样认为 那 其他人何故 很认真在做事情 因为像看一些什么 就是像什么回篮 龙中之王 都是认真的 蛮认真的赛事 对啊 对啊 也是很认真在 培养推广 那我觉得 可是比较可惜的就是 我觉得 培养赛事跟行销 好像就是还有一段 呃 这也是台湾 我觉得台湾 困境 的问题 这是台湾 运动 缺乏行销 我想白一点 就是说我自己 这两年开始做频道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赛事找我合作 呃 说白一点 做台湾赛事 他的流量就真的摆在那边 对 他的流量就会摆在那边 就跟我 其实我讲真的 那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合作呢 我就是当然希望说 透过 我现在可能已经有一点点 被大家看到了 那我用我的频道去让大家认识台湾的比赛 更多比赛 但是 呃 很明显的 我这么辛苦 不要不要讲很辛苦 就是说 我今天帮台湾赛事去曝光 可是可能不如我今天花一天的时间 做一支 日本 日本什么选手的一些赛事的流量 可能是他的好几倍 这个跟我们的状况好像也蛮像 对对对 但是 但是这个有时候你又不能把它放在 就是我今天以一个流量来去做衡量 像子通有在做就知道可能我在指什么 就是我们想要推广的是什么 对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想看的又不厌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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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没有人做的话就永远也没有 因为就算是国内的赛事 我觉得他看国内的赛事的话有一些 呃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噱头 因为像我印象中有一支我印象满深刻 就是 好像是回篮的比赛 然后就是有一个选手他好像已经50几岁了 哦那个阿鹏 对 就是那个我们泰拳阿伯 对那个那一支我记得 十几万 那支流量就蛮好的 对 因为那支的话就是会让人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一个阿伯把一个年轻人提到 互还手之力 对 但是我觉得反过来其实去想就想说 其实也没有这么多话题的比赛可以 让大家看到 那你怎么样去透过这样子的东西 booking之后 让大家去更关心 台湾赛事 我觉得这个连结性上面来讲 我觉得还有一段需要很努力的空间 其实这段话其实几乎可以 延伸到台湾所有运动上面 就是变成说你要怎么去行销这些东西 因为就像是大家也都 这阵子一定有都会开始又在讨论说 什么足球怎么让台湾怎么 可是其实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就是说台湾的小孩子踢足球 其实现在是很 就是像有点像 这几年的全馆一间接一间开一样 那种感觉 可是重点是这些小孩 他们通常升上国中高中之后就不会继续踢球 去念书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不是每一个运动项目都可以刚好遇到说 像黑人或是刘介廷这种 知道怎么做行销的天才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可以反过来看了 就是说这整个产业有没有变成是一个 可以一直在run的一个活水 如果你这些有潜力的选手 不管是任何运动 你上去他没有得吃 没有这个饭可以吃的时候 他一定没有办法去下去 我想说以台湾格斗来讲 我是要自己付钱去报名费 然后我能获得的是获胜拿到那个奖牌 我自我的满足 自我成就 这是我自我的成就 然后你获得的是什么 你没有 你不是像日本可能说我还有出场费 我还可以卖票 我还可以找赞助 选赞助商什么的 因为没有这个市场 就算是你有想法 这个想法 你要去拉这些事情 也是超级困难的 因为就算是在 也不要说台湾好了 就算是在日本 在美国你那个底层基层的格斗家 也都是很痛苦的 就是说什么 什么日本的拳王还要在超市打工 或是说 美国的话 他们就是 你已经在UFC这种最大的 就像是你已经在MLB打球了一样 你还是要去开计程车 就是你UFC打 你打的一场比赛 甚至根本不够付你训练的钱 没错 对 因为就是你想要 我觉得这个就是变成那个 对那张迷因图就是那个 我需要更多的钱 对我两个白人在吵架说 我想要赚更多钱 然后就是说 那你需要训练 你需要更专业的训练 那我训练也要钱 那我训练需要更多的钱 你先去训练 你先去赚钱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的 没办法 这是大家都要一起 嗯 要全部乱在一起 才有办法去做 不然的话永远你 应该说热情有一天会被烧干吗 你钱也有一天会被烧干吗 飞哥在打的话 尤其像飞哥这种很早期就开始打的话 那应该 更困难了吧 完全靠热情在烧 对啊 就真的是 我就站着工作嘛 那晚上去练拳嘛 然后那 对我还要练拳 然后教练就说 那你要不要去 打比赛 然后就参加比赛 开始一场一场打下去 对 就是这样 而且讲白点 那时候那时候打到第二年的时候 就有幸被选到那个中大泰拳 国家队 对啊 国家队嘛 然后那就是在那个 我现在要讲一下 就是在金华城 现在已经消失了 我蛮怕 现在可能小朋友 长大之后不知道 哎 台北有这个地方 我没去过 其实我没去过金华城 我听过 我听过 喂 我真的没去 在这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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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时候在金华城的那个 最下面B3吧 他有一个地心领域的广场 在那边比 两岸四地的泰拳赛 然后那次被选进去 然后原因是因为 那一届的全国泰拳锦标赛 我是拿第三名 可是刚好第一名 第一名是我的师兄 然后他去 刚好在这个比赛期间 他去香港打职业比赛 然后第二名是泰国人 对 所以不行吗 所以地步就是变成是我 对 我是第三名 然后所以就变成是 我是代表63.5量级去打 这样子 然后因为刚刚我们是地主 所以地主有两个名额 然后 对 然后我的另外两个对手 就是香港跟澳门的选手 大概是这样 然后甚至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连可能说买 买一个什么队服 都要自掏腰包 太太苦了吧 对啊 所以我是说 我是说 就是相对资源稀少 那真的 因为格斗这个东西 他资源的很少 就是说 台湾风气 我觉得并不算盛 嗯 对 就是当然我们会很有信 我觉得 台湾的格斗风气 跟足球风气差不多吧 要我讲的话 对 然后足球可能好一点 比较容易入门 你只要跑一跑就好了 像那个 例如说 如果有像The Match 或是说什么 美威社又打McGregor 那种比赛的话 大家会是很乐意 掏钱出来看 对 可是问题是 就那20个人可以赚到而已 对 你就那些金字塔顶端 就不可以搞这些 他这个东西 不会雨入均沾下 不可能 就是你被捨棄的人 就还是那么苦 对 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有 就说那 应该说2014到16之间就打 大概有平均打一个月 打一场比赛 真的有 我把自己当泰国人在 在操 就是 这个不是 我要讲 这不是在歧视 还是怎样 泰拳手 他们的比赛密度是很高的 他们可能是 隔周就打比赛 是这么夸张 所以他们才会有那种 两三百场 他们明明才20岁 就两三百场 真的很可怕 那个身体撑得住吗 但就是不管 他可能6岁7岁就开始 每天打了 泰拳手 他们是真的就是 很硬 非常大量出赛 而且又短 所以就是 你要说他们为什么会有什么 铁下巴 铁膝盖 他就一直提出来 对啊 然后讲到这里 大家不要觉得 一个月一场 那有很多 你是被揍 你事前的准备 加上你比赛完之后 一些治疗 有的没的 如果你真的受伤 你觉得有些上 是一个月好的了 我大概恢复 我说我平常打比赛 以前在现役的时期 大概要花 二到三周恢复到 原本的状态 我通常都是比赛完的 隔 下一周 都是白咖的状态 就是你的右脚 因为我是右皮 所以踢腿都用右腿 右脚的这个脚踝到脚掌这边 大概会 总的比现在两倍大 而且 飞哥是有真的就是 在比赛中断腿过的 对 就是在台湾T-shirt比赛 就是那时候踢到 就是一天 就是你有看过K1 是那种锦标赛制的 一天要打好几场 对 就是你打赢这场就要打下一场 然后 一天要全部打完 下第五道大会 一天要全部打完 然后那一天我是打了 就反正就是要打三场 才会打到冠军赛 那我前两场就都赢 然后打冠军赛的时候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的尾巴 然后我有一个距离太近 那我想说 用一个右腿去攻击对方的 那个下段 就是大腿的位置 然后刚好提膝 然后我就变成一个踢腿的 那个小腿 右脚小腿的这个 颈骨直接撞到他的那个膝盖 他凸出来的地方 那时候我是觉得痛一下 然后刚好 回合时间到了 我就要转过绳 走回我自己的角落 结果我当转身踩下去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脚怎么是软的 因为还好 那时候我是很靠近 那个绳脚旁边 我就左手直接抓住 那个绳圈 坐下来 然后结果我教练在旁边 就说这么 我说我脚好像断 然后那时候是在 北投运动中心比 然后就直接被送到三种去 然后隔天就直接开刀 我的天哪 然后那时候 我还不敢让我妈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每次比赛的时候 我妈说不要打了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让他知道的话 我这辈子应该不可能 太疯了 太疯了 所以我连开刀 住院到出院 都没有让我妈知道 哇操 然后是过了 过了一阵子之后 我跟我妈讲说我摔车 因为不可能 因为我这个要恢复 要主管 这样很久的时间 我说我摔车 可是其实 他们都知道 我觉得你妈应该不会信你 摔车 其实 他们是知道的 那就没有错过我 可以看得出那个状况 到底是什么 他没有错过我 可是像这 对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 比赛 你看在台湾比赛 然后你比到受伤 然后你得到的回报 就是说 然后因为这样子 我就修了一年半 一年半才会 对 因为我不是那种骨裂 我是整个筋骨断掉 整个断掉 整个断掉 就像那个Anderson Silva 对 就是会变 如果你真的踩下去 可能骨头会吃出来那种 我每次看那个 我每次看那个断腿的画面 我都看 这个真的就是 没有热爱的话 打到这样 我觉得就是没有人会 这种Hardcore 这么Hardcore的程度 这样子 但我觉得现在的格斗选手 算是很幸运 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 就是我得要自己自费出去 可能日本练拳 去泰国练拳 可是现在其实 全台湾有很多 从国外找来的 泰国教练 或是从国外找来的 比较强的一些格斗选手 都可以去直接指导你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 外加现在比赛很多 但以战养战 其实那时候 现在的程度 都比我们那时候 累积的很快很多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其实本来都会想要问说 想要问 会想要问飞哥说 那如果是现在 你对这个东西 有兴趣的话 要怎么样入门 像是我这种 什么都不懂 自称黑带的小白 就直接找 就直接找一间拳馆去练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比较 问一些可能比较会得罪人 那怎么判断一间拳馆 是好的拳馆 不要找那种健身房 兼教格斗的 不要去健身房的 对 他是健身房 他说我也会教拳击 也有拳击课程 我刚听到这个 我第一个蹦出来 是一个蒙古人的脸 没有 哇操 不是 没有 因为他做太多跟这个相关 所以我自然而然 联想到 我不是说他 应该说 我不是说他不好 而是这次自然联想到的东西 因为他贡献的太多了 最好是直接去做 就是你找真的是在教拳 就是你可以去学 你自己想要 比如说你想要学泰拳 你就去找泰拳馆 然后你想要去学拳击 你就去找拳击 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稍微去 因为现在资讯都很发达 你可以稍微去找一下 这个教练 他还有另外一个点 就是这个教练 他有没有实战经验 你不要找那种 他就是什么 有氧 他会跟你说他有证兆 但是他没有任何比赛经验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学 稍微正统一点 然后他是有比赛经验的 对你来讲 你会比较好 实力累积 除非你就想说我只要运动 那另当辩论 那我们这边可以直接推荐一个人 阿飞 靠呀 没有我现在有在兼职教课 对啊 对啊 但是我自己的学生 其实大部分的都还是以运动为了 都以纯运动 对 就是你说真的想要打比赛 我遇到很多学生是这样子 就是说管内 因为我们通常都还是会自己办比赛 那他过去可能没比过赛 通常他打了管内的比赛 他就觉得我人生圆满了 我人生打过一场比赛 就好 就好 我站上过雷台 对 他会觉得我完成了我这个梦想 小小的梦想 但他不会想说 那我要出去打他去 或是我要代表全管 去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这个比例可能 比如说10个打过管内比赛 可能只有一个 可是我觉得这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没有就是对啊 就是外加现在 呃 因为现在 大家可以去接触到很多看比赛 有些人讲说 哎我想要像谁谁一样 所以走上这条路的也 相对来讲比我们那时候多很多 合理啊 呃 因为这个 这个如果光是说他这种 学学学 学到说真的想要踏入这个专业领域的话 那我就觉得说 我虽然比率低 但是逐步有的话 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 还是需要长时间的培养 跟累积 累积底层的人 对啊 有这些人数 你才有办法从中找出一个 因为我觉得就算是这些 光是说什么 我比完一次管内比赛之后 嗯 我就人生圆满 可是我相信这些人 一定都还是喜欢 格斗 对啊 那 越多人喜欢这个东西 让这个相关产业 壮大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 总会这么多人 虽然我拳打的可能不好 但出了一个 鬼的脑袋 对啊 就出了一个黑人了 对啊 他就是真的说 我对行销有兴趣 那我如果跟这个合作的话 说不定他就会想说 那我干脆来办一场比赛 那种感觉 就是说不定会有这种机会 所以我就觉得说 大家还是多接触 需要人的建立 需要大家一起来推广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台湾的各项运动都是 我觉得怎么样团结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 阿飞的表情突然怪怪的 没有 我是说团结这件事情 因为你今天当一个主导人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要当主导的这一方 但是 这个就当然会牵扯到一些利益 或是等等之类的 那我觉得 台湾的各项运动 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在于说 可能都会把这个放在很前面 派系 你可能会放在很前面的时候 那大家就会很难把最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 没有人想听任何人的话 对 我说如果这件事情可以 有找到一个中间点的话 我觉得对于台湾 我就不是 不只是什么格斗 就是各项运动 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都需要一个人出来登高以弗 其实大家觉得这人OK 像棒球的话 就是现在就鼓鼓讲话最大声 可是我觉得是好事 因为他讲话又大声 然后钱又多 讲话大声 钱包又大 对啊 又钱包又大 不然 不然你现在是 不然你现在要出多少 就是这种 反省虎 对啊 这种感觉 配出来 对 可是我觉得这真是好事 对 我觉得像如果每个运动界的话 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讲话大声的话 尤其像格斗界 那你就是欠多一堆 我觉得采迪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愿意有人愿意来炒作比赛 至少你的八股够 你不会我讲这件事就 你要拿什么出来 拿不出来 因为现在 就只剩你想 现在的话 我觉得可能都是变成说 我各个派系 这样比他们 国手有多少 或者说什么 我们资历多小 我们的感觉 阿飞留下两行累穗 没有啦 我记得那时候 参加 就是我踢断脚的那个比赛 那时候我是 台湾在那个量级排名第一 然后 有机会去参加 好像世界锦标赛吧 然后在一个 我真的没听过的一个国家 可能是在南非 非洲还是什么地方 就是一个很 我这辈子可能不会去的一个地方 然后那时候讲说 如果你要去的话 就要自费 那个钱 哇塑 机票加住宿好像是十几万 千里达与格瑞纳达 然后你又要请假 我一旦我自己有政治工作 然后请个比如说十几天 十几天 我会觉得怎么可能 请假老板问你去哪 八部亚牛级内 难怪人家会说 那个地方我真的忘记在哪 难怪大家会说穷文富武 对 可是我 你怎么办 对啊 这就算你拿到冠军啊去比 你有这个资格啊 你是应该不会想要去比 但问题是你就没有办法 没有足够的东西支撑你 对啊 你要过火嘛 那你更不用讲 我现在还有一个 可能相对来讲还可以的工作 那如果他没有呢 根本 根本不可能 你总不可能 你总不可能这个时候也去开募资吧 哈哈哈哈 我来募资 哇 这个战场 我要去八部亚牛级内 请大家支持我 你去募资 然后还假装 来假造自己 前面的两百块 还是你自己丢的 你还要说自己是什么 K3 你看K1很厉害 对不对 我是K3世界冠军 那种会 看这什么小学生 一眼就会被踢爆 讲到K1这件事情 因为我2017 我去打K1的业余比赛 那你就可以发现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强 因为他们是从小学生 开始打到三四十岁 那是一个全民运动 因为我去参加那个比赛 从早打到晚 然后 水准之高 结果他们的 就是我们刚刚在惊叹于说 飞哥小学的时候 就知道我直接往人的头上灌下去 结果日本的每一个都知道 小学的时候要直接往人的头上 很可怕 而且那些程度都很高 然后我那一场比赛是遇到 因为我是打的是锦标赛 一样是打赢 就是你要打下一场的那种 我那一场遇到一个 因为我那时候打60公斤 这个量级 我遇到一个159公分 我175啊 159公分 然后他如果60公斤 那身材不就跟战车一样吗 没错 就是一座山 但他就是这样子 他应该就是全身都肌肉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木质那一步 但已经就跟一台战车一样 打不进去 打不进去 而且他从比赛一开始 直接不管你 他就硬吃你的功力 一直冲进来打勾拳 小跑车是不是 真的是 他是推土鸡 他就身体有点像这样卷起来 然后一直打勾拳 然后你用锡撞撞他 他是死命撞他 嗯 你可以听到他这种声音 嗯 撑下来之后 换你勾拳 干这怎么打 然后就他一路用这个方式 碾到冠军 干好强啊 碾到冠军 这是铁龟战法 真的真的 超猛的 撸进去 这个真的 直接跟肉薄 除非你的攻击精密度 真的高到不行 那时候我本来想说 我在台湾其实175公分 打63 这个 我算是高的 然后我就想说去日本 不然就再降看看 再降个量级 然后去打 应该会有一些 身高必展的一些优势 结果不是 你看 他才不管你的身高 直接 直接钻进来 第一个是 你遇到一个身高这么小的 可是他是打这种 暴力碾压的方式 然后我还有遇到60公斤 身高180几公分 哇操 那是竹竿吧 很可怕 而且他那个是鞭子了吧 日本超多是种 感觉出来 你很莫名其妙 就是会有一些身材 不是推土鸡 就是竹竿 竹节虫跟那个 你会觉得很奇怪 说他到底这个 减重到底怎么减的 很可怕 真的 因为有一些人 就是减重奇才 就是那种什么 可以赛前一天的时候 就减了好几公斤 通常以日本选手来讲的话 他们通常比赛前一天 大概差5公斤很正常 5公斤 他就是当天脱水 隔天中午过棒 过完棒之后 恢复 他有半天的时间区复 然后补就补回 他原本的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打60公斤 你隔天上场的时候 可能是65、66 那很强 如果你今天是 比如说我是真的很认真 我是真的很按部就班 我减了60公斤 你有可能今天是60公斤 你隔天会遇到 一个比你高量级 两三量级的人 就是 虽然说好像 按部就班 那种安全性的减法 比赛从过棒前就开始 可是他真的是 很可怕 遇到这种橡皮人的话 那你等于是你的力量 就完全会被 被压制 会被压制 很可怕 这也是 减重的科学 对 这也是另外一种 一个话题 而且我们今天 请了阿飞来的时候 刚好格斗界 又算是出了一个大事件 这真的很刚好 飞格来讲解释 太刚好 反正这也是 算是我频道三本柱之一 我频道三本柱 一个是 武尊 天心 跟潘江丽娜 然后今天 就昨天晚上 潘江丽娜 就是 日本有一个新闻 就出来讲说 有在神户某一个男子 因为很仰慕天心 跟大串天 天心跟武尊 所以他在网路拍卖 买了一个 天心 纳川天心 纳川天心跟武尊 亲笔签名的海报 花了日币将近10万 折合台币大概2万元左右 然后结果买来之后 他会觉得 这个签名好像不像是赠品 他也蛮厉害的 对 然后他就去报警 结果警察就循现找到这个卖家 就发现这个卖家竟然是 胖江丽娜本人 中子通邦九面签名 连统神国东都一起签一签 结果 经过征讯之后 这个胖江丽娜就直言不会说 没错 这是我干的好事 然后这件事情 昨天晚上 一被爆出来之后 推特整个炸锅 为什么 有没有开始贴自己的 那个签名海报去那个 不是啊 我是觉得他如果要卖的话 他卖自己的签名海报 应该也可以卖得很好 很多人都这样讲 对啊 你搞不懂为什么 就是 他就想学 他是想捞一波大的 可是我 还是他比方比较少 2万多块也不大 那你还不如 签100张自己的海报在那边卖 或是卖自己的拍立德 就真的搞不懂 就真的不晓得为什么 他就卖自己的签名拍立德就好了 所以他只想做这件事 他只想练习 练签名 他顺便拿去拍一看 生死壮签 签别的名字 这个真的 哦 这个 我们这个消息 因为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 我就 分享嘛 po文 然后大家很多人就讲说 真的搞不懂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缺这笔钱吗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 那 你在日本做这件事 你都没有想到 如果爆的话 后果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 日本这个 国家 社会性死亡 很可怕 问题特别严重 你今天 公众人物 甚至你是一个 运动员的道德标准 会被超级高度 拉超高 来看待的 结果你今天还是 直接做个犯罪的事情 你等于是直接掰了 还是他是 因为他想要打 Breaking Down 所以他在 有人这样讲 就说 刚好你不是那个 Audition 是当那个审查员吗 他自己可以 你Breaking Down 是有暗底人参打吗 那你刚好可以参战 我想不到办法参赛就 因为他打Breaking Down 应该是蛮轻松的 有没有 他就变Breaking Down女王 真的 人设也Breaking 对啊 人设也Break了 这个 这个真的是 我最近看到 觉得 最荒谬 我觉得 这个荒谬倒不行 这个荒谬倒不行 我也搞不懂 因为他 他技术上来说 他除非我们从 表面上来看 我们从表面一点的 因为他算是 日本格斗界 蛮指标性的女子拳手 对 就是 我觉得指标性的一个 他能打 又长得好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为什么他会那么红的 你长得好看 然后你又在格斗界 你就已经是 得天独厚的存在 然后你就是 要什么赞助商 什么一定也都比较 看来 知道他缺的是什么 赚钱的脑袋 这因为你搞不太懂 因为他这阵子 比如说你他 比如说 参加Breaking Down 或是他自己在他的YouTube 或在他的社群里面 我觉得他是知道 怎么样博眼球的人 而且 他知道 可是为什么会 在这上面突然 他也不是说那种 很底流的选手 然后 被逼到不得已的 才来搞签名这一招 就真的不像 而且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 谁都能做的事情 然后你做了 就觉得说很诡异 对 而且你 又是在日本 今天爆开 而且 大家就冲进去 他的社群大算特算 然后有一些 知名的格斗选手 可能又觉得说 这家伙之前不是很条掰吗 就是很高调 开始落井下石 开始落井下石 很多这种 然后比如说 就是有人会讲说 庞江丽娜 战绩14胜 14胜一代步 这个我没说 14胜一代步2000名 什么那个 那个 龙周 龙周波他弟 一超节 一超节 还没进 还没进联盟就一超节 就先一超节 One steel 他偷东西 他偷包包 对 就类似像这种 然后不然就是说什么 因为前阵子 他就参加什么 奈良collection 然后遇到那个 K1的尖元美优 然后尖元美优 已扮的是一个 那个女警 然后跟潘美娜 第一次合照 是他拿 女警的那个 手铐 靠住盘奖 然后被分享 然后说 原来 预言 原来逮捕 盘奖的是 尖元美优选手 我觉得 超级地狱 这是正预言的吧 但是你不难想像 就是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应该 接下来每天 都必须要遭遇到 这样子的对待 可以来台湾赚钱了 没有很多人就讲 没有 我自己是觉得很奇怪 反正你只要看到女生 哦 日本女生选手 怎么样 犯罪啊 崩坏 都叫他去拍AV 我也有看到 都叫他去拍AV 然后我就觉得 也是蛮靠 我有收到那个 我有收到 女性 国产少数的 女性的观众 私讯给我 就觉得说 对于 这样子的留言 他很反感 这肯定 对 他想说 他自己身为女性 他也蛮支持盼奖的 可是看到 这种留言 大家的这种 有点歧视的这种言论 他觉得是很愤怒 他讲的又很愤怒 两个字 我觉得他是真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 然后我就回 我想说 我个人也觉得 这个风气不是很好 可是我觉得 你必须要去认知 这就是台湾社群 这也不是台湾社群 我觉得日本社群 没有就是说 当然日本我觉得更夸张 我就说 你很明显 可以大家都去胃酸耳酸 然后 找到机会就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很遗憾的事 台湾网路机制是这样 你要去管 就不可能全部管得到 对 因为你今天删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说不过去 对啊 我不会这样做啦 只是我是说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是要呼吁一下 就是 网路上面 你如果平常不会讲的话 我觉得你在网路上面 也不要讲 说平常就这样讲 他平常就这样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你现在干这个 你不如去IA片吧 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因为你在网路上 你就是会遇到说 不是你生活圈的人 对 当然 匿名性高 大家就不知道你是谁 小明忘记自己在网路上的 那种情况 所以我是觉得说 有时候忽略 选择忽略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啊 对啊 我现在是有领会到这件事情 选择忽略 那可是我们今天看这个事件 我就觉得说 可能真的去 除了去打breaking down之外 我是觉得 他应该会消失好一阵子 他现在完全就是人间蒸发 然后他所属 因为他现在还是那个 Nuck out 就是日本一个利己团体的 那个王者 然后Nuck out的这个producer 早上的时候就发文 就想说他现在也在了解 目前的案情 他说如果Nuck out这边有任何 决议的话 他们会召开记者会 也会有媒体发布 很明显就是 应该是要把他 要处理掉了 因为这个应该算是 2022年最荒谬的 他就是 没有我就不是荒谬 是诡异 不是 就是这个东西 有点像是你跟人家讲说 那个 电竞世界冠军会去卖图品 他也真的发生 他也是这些事情 就真的发生了 是啦 格斗 女子格斗王者去冒仿 别的王者的签名 拿去投卖 而且也不是说赚很多钱 赚了两万 其实这个蛮好笑的 就是日本在 日本在这种 这种贪污啊 或是 就是 贪污污钱 然后就是 感觉好像都是做一些 如果在台湾的话 感觉都是要 学他妈个 给予的那些事情 但是日本都会一个 很诡异的数字 就是什么 议员贪污 结果他贪污的时候 他收受那个贿赂的 30万日币 对 差不多 然后就30万日币 然后你就看到那些人 蛤 就是你为什么会为了 这么想的利益 你为什么会为了 一瓶的地皮都买不起 你在那边收什么贿赂 可是其实我觉得 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 我有想到另外一个切入点 因为我觉得 日本社会就是一个很压抑 还有可能 透过这样的行为 他觉得 得到解放 得到一些心理上的 对心理上的满足也或许说不定 但是我们不是他也不晓得 这个东西我觉得 其实这个新闻 我就可以再关注一下 看他下一步会怎么做 或是他就真的就是 直接生发了 卖自己的签名 然后把他2万块补给他们 就好啦对不起 因为这个是有可能面临刑责的 会吧 就是伪造文书了 他这个一定 又是伪造文书 而且他是直接认罪 对啊 这完全没有 他也没给自己转还的余地 对就我写的 而且这已经是 连 日本电视台 都已经有做新闻出来 对已经不是说 只有网路新闻 不是周刊文春 不是 他是已经有做新闻 而且通常你这个 所谓的嫌疑犯 你还会打个什么 眼睛马赛克 还太没问题了 他腰带的照片 真的 我分享在我们自己的 我的那个Facebook 立正峰Facebook上面 新闻 直接就那时候 他比赛的那个照片 荣誼者 刚本离奈 腰带挂子 腰带挂子 妥卸冠军 真的 就是说 这个好惨 真的蛮惨 这个 因为其实这个 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日本社会在 字数上面 这有多严格 非常厉害 所以我觉得说 这 一年之内 应该是看不到他出现的 这个 对啊 我自己是觉得 应该就 至少他的格斗生涯 应该是 目前是 应该不会有人想要收他 除非说加入ONE或UFC 吧 那他也可能需要一个 大的噱头 他才有办法 但是回到这里 目前的状况 他 不然就是剃光头加入Breaking Down 谢罪 这样子 我觉得他剃光头就有流量 他也不用打什么东西 然后他的梗就是 都会送人家签名海报 现在加入会员送你一张五尊海报 客制化签名 想不想要五尊的海报 不是要这样讲 我还真的有一张他签名卡 是签他自己的 是他签的 确确定是他签的 他在本尊在我面前签的 如果他那时候签别人的名字 你应该会傻眼 蛤 为什么是五尊 原来是在两瓶拳开始练 就已经在练之后 天 不是 我光是想到他在偷偷练习签名 那个画面 我就 就有一种哈哈的感觉 有没有想每天练完拳 练完拳还要回去 然后开着小夜灯开始这样 五尊这个 这边应该要再勾名 这个勾应该要再大力 结果还是被识破啊 那个 那个识破的也很厉害 那个买的那个也是很顶的 没有 因为你没有看到他 出来的这个到底是 对啊 说不定 说不定 超级不像的话 那就很像 刚好送到那个练习品啊 那个真正的赠品 记错啊 对啊 这边是练习用 然后这边才是真正的 然后送到练习用 对 这个字 不太对哦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最瞎的一个新闻 怎么瞎的 好那今天也是真的非常感谢 阿飞可以来到我们现场这边 有我的荣幸啊 我们的荣幸 我们的第一个嘉宾 第一个职业选手的嘉宾 终于这样喊一喊 我终于来这边 终于可以来 对啊 我终于可以看到 胖子被现场被 我已经是要来处理你的 你想太多 下面我就街头直接打起来 就在这边街斗 对 那这有可能也是 东东来最后一集 教你街斗 摆平中指通的三种方法 你现在要试吗 没有 就真的非常感谢 那也是希望说 各位观众可以去支持一下 说因为你若是对格斗有兴趣的话 那立即封这个podcast 是毫无疑问是 又有娱乐性 又有专业性的一个频道 比我们这个通通来嘴 是好的太多 没有啦 没有 就是只有 在讲干话而已 没有 因为我们通常都要道歉 你是专业的 所以你不用道歉 对啊 我们是开车开开 这东西好像不太行 对不起啊 等一下 刚刚又有人寄信过 对啦 我决定所有刚说的话 没有啦 大家都很棒 我们整天在堪入 飞哥应该是比较少这个困扰 对啦 我是完全无视他们 没有啦 没有啦 开玩笑 对就是如果对格斗相关的东西 或是运动相关有兴趣的话 或是你曾经是我的老师 Gear小赫的影迷 忠实影迷的话 忠实观众 那也别忘了到飞哥的podcast 去支持一下 那今天非常感谢 立即封阿飞来到这边 谢谢梓子通 谢谢我们的阿嘴 你这也还是要问一下 我们要怎么找到他的podcast 就搜寻立即封 应该就有 FileHolic 对 目前在各大的那个podcast平台 应该都有上架 对那YouTube频道也别忘了去订阅 虽然他已经拿到了10万奖牌 有奖牌的大哥 这个只是开始 我才不想 我才跨境这个YouTube 他还没开始 他还没开始 他现在才9万 他已经不屑 那个90万的 我都当梅这件事 我现在只认他 我只有9万 对那今天真的 非常感谢 那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 我是中指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